美雪万万想不到原来阿牧什么都没有 更想不到自己忙了这么久 竟然徒劳无功白忙了一场 这不仅让他气急了 可是转念一想 更确定要找杀手来对付阿春 因为只要偷偷除去阿春 那阿牧就不会再拒绝他 而且所有的财产也都是他的了 于是他表面答应阿牧的条件 但心里却开始偷偷地盘算着 可怜的阿春 完全不知道丈夫在外惹来的桃色危机 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危险之中 这名杀手就是美雪的表哥 也是道上的小流氓 他受了美雪之托来杀阿春 没想到出师不力 自己叠得鼻青脸肿 还被美雪冷嘲热讽一番 他越想越欧 发誓下一次一定要一雪前耻 大受感动的阿牧一颗心 又重新回到阿春的身上 不由自主地开始逃避着美雪 可是当美雪感到阿牧的疏远时 他怎么甘心就这么放掉阿牧 他立刻打电话来威胁阿牧 阿牧 阿牧啊 是我啦 阿牧 阿牧 你到底在做什么啦 阿牧 人是要问你 你现在到底在过程是在那里做嘛 我跟你说喔 我现在我到处 已经慢慢地大起来了 你到底是在逃避久啦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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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我一点的时间啦 好吗 我又要你时间 不用了啦 我现在就要我一个交代啦 我给你帮你帮 你没有帮你帮你帮你帮我去 不啊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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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啦 阿牧我現在給你出 我國會不方便了 你等我 現在睡一睡 好 過了一會兒後 阿牧匆匆趕到沒寫住處 你說 我在想說 我們兩個 以後不要再敬佩了 不要再敬佩了 怎麼這樣 我剛才你現在要怎麼樣 我去做 你幹嗎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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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 但你小孩生下來 我也 一個五萬塊給你做太多 什麼 五萬塊 你又說錯了嗎 阿牧 阿牧 一包我希望這麼五萬塊 你又想要吃你賭什麼 你現在不跟我一口無聊 阿牧 阿牧 抱歉啦 阿牧 我又沒有什麼錢 家的財產 都沒有財命 我 我敢想拿這樣出來而已 財產都是你財命 你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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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禮物 我又更慘 我 為什麼你給我當中午啊 怎麼說啦 我 拜託你啦 你 拜託你啦 你 拜託我 我給他出門了 好不好 美雪萬萬想不到 原來阿牧什麼都沒有 更想不到自己忙了這麼久 竟然徒勞無功 白忙了一場 這不禁讓他氣急了 可是轉念一想 更確定要找殺手來對付阿春 因為只要偷偷除去阿春 那阿牧就不會再拒絕他 而且所有的財產也都是他的了 於是他表面答應阿牧的條件 但心裡卻開始偷偷地盤算著 可憐的阿春 完全不知道丈夫在外惹來的桃色危機 更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危險之中 這名殺手就是美雪的表哥 也是道上的小流氓 他受了美雪之託來殺阿春 沒想到出師不力 自己疊得鼻青臉腫 還被美雪冷嘲熱諷一番 他越想越歐 發誓下一次一定要一雪前耻 當天阿牧回到家中 原本還擔心美雪會不會行動 但是一看到阿春 人好好的一點事都沒有 他也放心了 他相信美雪 是真的放棄找殺手這件事了 儘管第一次行動失敗 過了幾天 小辰再接再厲 又繼續行動 讓我們跑到後面 奇蹟跟海不知 再拍一下 博士 把你吃得了 帶來 小辰 沒有要求我呀 沒關係 不過你不要搭我 不應該就交給我 不要 不 未來 就這樣小辰出師未結身心死 而且这次他的双脚摔得严重骨折 必须要打上石膏 整整躺上一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所以到现在他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当警察找到他 问他有关谋杀阿春的事情时 小陈直说自己在阿春失踪的前一天 已经住院了 所以阿春的生死真的不关他的事 由于小陈有入院的证明 所以警方推断 阿春可能真的不是小陈杀的